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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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薛祖傑 然後畢業於台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 畢業之後我就在劇場裡面從事劇場工作者 然後有做編導有做表演 那從今年開始有做跟視覺相關的藝術創作 這次關注的是常使用身心障礙者設施的這個族群 以他們的一天為主題 然後視覺化他們可能會行進哪些地方 跟他們為什麼看似好像在我們的社會是好像是很無形的 可是我們設施是很有形的 的這個疑問 我帶來這個疑問 然後去做了一些調查 所以我做了幾個展建這樣子 簡單來講 這一次的展建總共有四個 其中的展建是做行為表演 做現場表演的演出 那那個是我跟表演者 身上表演者邱美慧一起發展的 那我們那邊有一個有展牆 像是青島的展牆所製成的斜坡 那感覺有點像是一個展覽空間 它終於那個看似要不可及的牆 那個看似身上很難進入的牆 好像被倒下來了 被倒下來你可以看到 這個身上表演者邱美慧 她的故事 然後要講的事情是 但是似乎我們透過這個破牆 或者是透過這個展覽 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一些 平常這些在我們生活周邊 無形的這些事情 相對於我也是一樣 對 然後這個牆上面有很多她個人的物品 在她講述她自己故事的時候 她會在某個時間段她會拿起珍珠 然後投下去像彈珠台那樣 然後投到下面這樣子 因為我就覺得說 其實他們的障礙 他們所遇到的障礙 就像是這樣不斷的被 也像他們的人生吧 也不斷的被 來回的撞擊者的感覺 他們的跌倒是很日常的事情這樣子 對 然後另外展間是 是由三個主持而成的 其中一個就是我剛剛講到了 我用數據跟報告來調查 他們身體障礙者的一天 所會需要乘坐的東西 然後我利用四個椅面 做傾斜的角度 然後固定在牆上面 有點像是說 他們在爬一個看不見的牆 看不見的爬坡的感覺 然後中間的那個跑馬燈是 跑我這兩年 我跟身體障礙者填掉的過程 那些都是他們自己寫的故事 或者是他們想要分享的事情 因為跑馬燈往往都是 像是在宣導政策 或宣導數據那樣子的感覺 但我想要 這次是把他們的故事放在一個 看似是一個權力比較高的 一個跑馬燈 一個電子數據上面 這是我想要 這次想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最大的影響就是 剛剛講到那個 我在這邊 以這邊為中心點 然後去觀察 國際藝術村附近的 無障礙設施 所以我去觀察了 中校新生捷運站 然後中校新生捷運站旁邊的 全連 然後跟華山 然後跟台北車站 這四個地方 就是以這邊作為中心點 我覺得這邊最常 可能會被使用的地方 然後所以對我來說是非常有趣的 因為其實 如果不是來住村的話 其實我可能不會覺得說 這些點是值得被記錄下來的這樣子 接下來創作 會有實體的劇場的表演 那那個會是 那個會是跟五位 當代打擊樂手 他們打擊樂之後 他們有些人去做合成器 有些人去做爵士 我們要用 集合這五個打擊樂手 然後來演出一個當代音樂劇場 來表達 就是空間跟我們所謂的 在日常所會發出的聲響 這件事情 然後同時也會去 另外一個呢 是想要發展一個線上的展演 然後想要去挑戰看看說 這個劇場它到了線上的展演 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覺得是還蠻值得去探索的 嗯 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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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be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